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下河神经 上河讲了不得讲这个下河吗 这个下河神经啊 和上河神经就不一样了 下河神经我们先看这幅图 你看到没 哪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从这个孔出来之后 对吧 从那个孔出来之后 他这个神经是一堆神经 什么一堆神经呢 从这儿啊这儿啊这儿啊 各种各样的神经就都出来了 明白吗 所以说不像我们上河神经一样 走一段发出几支来 走一段发出几支来 他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就发出了好多 相当于烟花一样在这儿 一下子发出了好多支 而我们这个上河神经是 这儿一个分支 走一段这儿有一个 所以说下河神经的一个分支特点 是什么比较集中 哎我们上河神经的神经特点是什么 比较分散啊比较分散 但是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分支 那么知道了这个分支之后 我们来看看下河神经到底有哪些分支 啊到底有哪些分支 你说老师啊 这些这么多的分支 我怎么去学啊 来我告诉大家啊 总共的分支这一宠这么集中的 到底有多少个分支呢 总共九个分支 哎这九个分支 我们是需要记住的啊 我从上往下给大家说一遍啊 第一个是什么 脑膜中神经 这个脑膜中神经怎么来的 是在出了我们这个孔之后 这个孔叫做什么孔啊 叫做什么孔 叫做卵圆孔 上河神经的是圆孔 它呢是卵圆形的 哎一个圆形的一个卵圆形的 搞明白 这两个孔经常会考啊 问你下河神经的出炉 是从什么位置出来的 上河神经从哪个洞钻出来的 你得知道 那么钻出来之后啊 首先发出来一个小分支 然后通过另一个孔又进入到脑子里边了 支配什么脑膜啊 叫做脑膜中神经啊 脑膜中神经 然后接下来你看 意内肌神经 然后咬肌神经 这些神经你都不需要知道什么 不需要它的走形 听懂没有 不需要知道它从哪分出来的 你只要知道它的名称 叫意内肌神经 叫做咬肌神经 还有什么 捏身神经 还有意外肌神经 熟不熟悉 这四个什么肌肉 后边多了一个神经 所以说这四个神经管谁的 管肌肉的 肌肉在哪啊 我们说过了四大咀嚼肌 对不对 咬肌 意内肌 意外肌 捏肌 这四大肌肉 辅助在什么地方 下河脚 下河生枝 会吐 磕吐 也就是在后边这个区域 对不对 所以说后边这个区域 和我们这个下河神经 挨着近不近 近 所以说下河神经 要支配我们这四个肌肉 每一个肌肉的支配神经 叫做意内肌神经 咬肌神经 对吧 还有意外肌 还有什么捏身神经 这是四个什么 管咀嚼肌的 管咀嚼肌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假神经 假神经 那么假神经管谁的呀 接下来耳捏神经 耳捏神经 第三个蛇神经 蛇神经 还有第四个什么 下牙槽神经 下牙槽神经 那么这几个是管的是谁 肌肉 管的是我们的肌肉 是我们的什么咀嚼肌 对吧 咀嚼肌 所以说下河神经管肌肉 然后这个假神经管的什么呀 假神经管感觉的 哪的感觉呀 顾名思义夹部的感觉 管夹部的感觉 夹部的什么呀 皮肤啊 粘膜呀 这个地方 你打麻药 扎针疼不疼 疼 那么谁管的 疼的感觉就是假神经管的 假神经从哪来的 下河神经过来的 明白了吧 然后接下来看第二个 耳捏神经 耳捏耳捏 顾名思义从哪走的 在耳朵这个地方 在捏部这个地方走行的 叫做耳捏神经 所以说你看这些神经的名称 都是根据他的地理位置来分布的 或者就按照他的地理位置来命名的 所以说我们有些神经啊 你不用去实际啊 这个神经管他 那个神经管他 你就看他叫什么名 叫什么名 我们就大体上可以推断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耳捏神经 耳捏神经管耳朵这个地方 还有捏部的什么 感觉的 所以说你一摸这个捏部 哎有感觉 一摸耳朵这个地方 哎有感觉 谁管的呀 耳捏神经 耳捏神经 然后第八个 舌神经 来说吧 舌神经管什么的 是不是也是管感觉的 谁的感觉 舌头的感觉 哎 那么除了舌头的感觉 还管别的吗 也管 谁呀 我们下颗舌侧的 口底的粘膜 以及我们舌侧的牙龈 哎 舌侧的牙龈 他都要负责 对吧 所以说整个舌侧 你看 牙齿的舌侧 牙龈是不是舌侧的 口底是不是在舌侧 舌头是不是在舌侧 哎 所以这些都通通称作为舌神经 都是他管的 管感觉的 所以说这三个管的什么 管的我们的感觉 是不是哎 那么所以说我们以什么颜色 哎 绿色来标志标记啊 红黄色的是什么 我们的肌肉 然后接下来第九个下牙槽神经 哎 这个下牙槽神经 管谁的呀 你看看下牙槽 在下牙槽当中走行 所以说肯定是管牙槽里边的 那么牙槽里边有没有骨头 有 有没有牙 也有 所以说骨头管 牙齿管 哎 那么管了牙齿 管了骨头 那么这个周围的牙龈管不管啊 管不管 不管了 哎 不管了 那么夹侧的牙龈谁管啊 你看看 夹神经管啊 夹神经管 哎 不对啊 不对 对吧 哪不对了 夹神经管所有的夹侧吗 夹侧的牙龈 你看看 你把嘴唇掰开 嘴唇掰开之后 我们从一到八 这些牙龈都叫做什么 夹侧的 还有纯侧的 对吧 那么夹神经只管哪啊 归属于夹部的这个区域 那么夹部我们说过了 范围在哪 口角往后都叫做夹部 那么口角这个地方 我问问大家啊 考你们一个之前讲到过的 口角这个地方的牙齿是谁 是不是三合四位于口角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三合四往后的都属于夹部 哎 所以说五六七八是夹部 所以说五六七八夹侧的牙龈是他管的 那一二三四的夹侧牙龈谁管的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是也是下牙朝神经 哎 所以说你别看他叫做下牙朝神经 主要管牙朝里边的这些牙齿 还有牙 对吧 也就是这幅图当中的 你看这个下牙朝神经在这个地方走行 对不对 走行过程当中发出来好多分支支配牙齿 对吧 骨头 哎 和我们之前讲到的 现在有一个下牙朝 我们上合有没有上牙朝啊 有 上牙朝后 上牙朝中 上牙朝浅 这三个神经是不是都是走行在牙朝骨当中啊 所以说他叫做牙朝神经 哎 牙朝神经 那么这几个牙朝神经是只管牙齿骨头吗 不是 还会管谁啊 哎 唇颊侧的这些牙龈 搞明白了吧 所以说记住一点啊 记住一点 我们这个牙朝神经除了管牙管骨头 外边这些肉也会管一部分啊 也会管一部分 那么这个一部分是什么 是上合那是都管啊 上合的这个前中后这个三个神经 夹策都包括了啊 夹策的这个感觉都包括了 而我们这个下牙朝神经呢 是只管一个部分啊 只管一个部分 OK 我们到现在啊 把这几个分支大体上讲了一遍啊 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 首先这几个分支的啊 定义啊 或者叫名称啊 也就是说他们九个都属于谁啊 下合神经啊 人家一问你 这下列当中啊 哪一个不属于下合神经 哪一个属于下合神经 你得区分开啊 你得区分开 也就是上合的分支和下合的分支 你不要搞混了啊 不要搞混了 然后第二个 每一个神经他的作用啊 他的作用 作用我们按照三种颜色已经分类了 对不对 黄色的是什么 管的是肌肉 绿色的管的是什么 于这个感觉 对吧 那么这个粉色的管什么呀 管除了管牙的感觉 还管谁啊 管运动 哎 所以说他为什么我们称作为粉色啊 因为他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管运动的 哎 一个是管什么呢 管感觉的 你说老师不对啊 你刚才讲牙啊 牙齐啊 这些都是感觉呀 对不对 他不管运动啊 那么这个运动是谁啊 哎 这个下牙朝神经 在往下合股当中走行的时候 发出来一个小的分支 哎 发出来一个小的分支 这个分支 没有进入到下合孔 那进入到哪了 进入到我们口底 有一个基性口底叫做什么名啊 叫做下合舌骨肌的 哎 所以说下合舌骨肌的运动 谁支配的 我们的下合舌骨肌神经 下合舌骨肌神经哪来的呀 就是我们这个下牙朝神经来的 哎 下牙朝神经来的 明白了吧 哎 把这个搞明白 所以说你看下牙朝神经 一部分管了下合舌骨肌 一部分管了我们的下合股里边的骨头 牙齿 哎 还有一部分的牙齦啊 所以说我们正由于这么多的种类 这么多的分支 所以说整个下合神经 它是一个什么神经 混合性的神经吧 哎 这个混合性的神经管三个东西 一个是管运动 谁的运动啊 咀嚼肌的运动 哎 咀嚼肌的运动 外加一个什么口底下合舌骨肌的运动 哎 这是管肌肉的 那么管不管感觉啊 管感觉 管哪的感觉啊 哎 我们整个下合股当中 哎 给大家画一个下合股 下合股当中 牙齿骨头的感觉 哎 还有颊侧牙龈的感觉 还有舌侧牙龈的感觉 以及什么口底舌头的感觉 所以 所以 哎 来 下合神经 整个他分配的 或者是管的片区 有谁 来说一说啊 我们整个脸上 先说脸上的肉 管的是谁 颊部的感觉 他管 对吧 颊部的感觉 他管 然后 嘴唇的感觉 管不管啊 下嘴唇也归他管啊 也归他管 那么颊部 是我们的夹神经 啊 我们的下嘴唇是谁啊 我们的下嘴唇是 下牙槽神经 哎 下牙槽神经 明白了吧 这是两个管肉的啊 管肉的外边的啊 然后知道了这两个肉之后 我们肉讲完了 里边的就是什么 下颌骨了吧 下颌骨还有我们的舌侧 口底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所有的 谁支配的呀 哎 我们这里边的舌神经支配的 下牙槽神经支配的 甲神经支配的 发现没有啊 哎 就是嘴里边这几个区域 就这三根神经 甲 蛇 下牙槽 所以 所以我们嘴里边 要在甲部做手术也好 哎 我们在这个口底做手术也好 这个牙槽骨上做手术也好 都要一针三麻醉 还记不记得 口外当中一针三麻醉 这一针进去之后 可以麻醉三根神经 那三根神经 就是我们的甲 蛇 还有下牙槽 哎 甲蛇下牙槽 明白了吧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感觉的区域啊 感觉的区域 运动的区域 这几个神经啊 咀嚼肌的 所以说你脑海里边 得知道 整个下颌神经 他就管的下颌骨上面的东西 以及下颌骨里边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咀嚼肌 是不是都附着在下颌骨啊 是的 下颌舌骨肌 是不是附着在下颌骨 是的 哎 那么这个骨头上面的肌肉 他要管 那么骨头上面的牙龈啊 牙齿啊 他管不管 骨头啊 他管不管 管 哎 以及我们这个下颌骨 包扰的这个舌头 包扰的口底 他也要管 哎 所以说你就想吧 我们整个下颌 有谁 他就管谁 而我们的上颌呢 你想想 上颌有没有肉 有肉 有没有我们的颌骨 有有没有牙齿 有没有牙龈 都有 那么上颌这个区域因为这些都没有谁啊 没有肌肉 上颌有肌肉吗 没有 上颌没有肌肉 所以说 哎 上颌神经就是单纯的感觉性的神经 要不牙齦的感觉 牙齿的感觉 要不骨头的感觉 要不肉的感觉 反正没有肌肉 啊 也就没有运动 好吧 所以说脑海里边 我们要学这两个神经 要统一整体的学 学什么 就是你得知道上颌神经 它是支配上颌的 你得先知道上颌有啥东西 下颌这个区域有什么东西 然后你才能去想 每一个东西是哪个神经支配的 你如果连上颌有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学神经支配的谁啊 对不对 哎 先把他的功能我们搞明白 然后这几个九大神经 到底该怎么去记呢 怎么去记啊 哎 按照这个 首先四大咀嚼机 他管不管 管 然后一针三麻醉 对吧 三根神经 甲舌下牙巢 对不对 然后外加一个什么 耳捏神经 还有一个什么脑膜中神经 所以说 把我们整个这九大分支 分为了三大类 啊 三大类 对吧 一大类是四个咀嚼机的 啊 神经 还有一针三麻醉的三个神经 这就七个了 再加一个其余的什么 脑膜中 耳捏 啊脑膜中 耳捏 OK就这么多啊 然后还有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 一个下核神经啊 不是说上来就分出来这么多分支 而是上来干什么 先分成两个 两个干 哎 一个叫做往前的要是前干 一个呢叫做往后的叫做后干 前干和后干 然后这两个主干 然后又分出来好多的分支 所以这么多的分支啊 是通过这两个干来分出来的 我们要也要记一下 每一个干啊 每一个干 他主要的成员有谁啊 先看看 这三个啊 耳下舌 对吧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一针三麻醉的啊 一针三麻醉的 然后啊 那么这一针三麻醉 我们这三大类啊 三大类叫做什么 黄运动 绿感觉 红 红和 所以说把这几个颜色要记清楚 你记文字可能记不住 但是颜色你能记得住吧 哎 记住颜色之后 人家可能会问你 假神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对吧 管感觉的 下牙槽神经是不是管感觉的呀 是不是 是 下牙槽神经管不管运动啊 也管 所以说它是一个混合性的 哎 黄运动啊 绿感觉 什么 红 混合 而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分支属于哪个干啊 其中 咬肌 捏身 还有什么 意外肌 还有假神经属于什么 前干 哎 前干是这四个 所以前干是不是混合性的 又管肌肉 又管运动 啊 那么后干是谁啊 后干是谁啊 后干是这三个啊 这三个叫做什么 耳下舌啊 后干叫耳下舌 所以说我给大家编了一个小口诀 前干四根 对吧 叫做什么 外 你要夹 什么意思呢 外是什么 意外肌 你是什么 捏身神经 咬是什么 咬肌神经 夹呢 夹神经 外你要夹 为什么你要咬夹呀 因为我好几天没吃肉了 我想吃肉 咬自己腮帮子了啊 外 你要夹 然后后干呢 耳下舌 舌神经 耳下神经 还有下下套神经 所以说两种技法啊 两种技法 一种呢 就根据我们刚才的三大类来记忆 对吧 管肌肉的 管一针三麻醉的 还有两个体育的 这么记 可以 然后记完了之后 人家问你前干后干的时候 前干是什么 外你要夹 后干是什么 耳下舌 记住这个就行了啊 记住他们的分类 记住他们的什么功能啊 就这么多 这是下核神经 属于混合性的啊 在这最常考的就是考他们的功能 问你上核神经什么功能 混合性呢 还是单纯的感觉的啊 下核是什么样的 下核里面的分支 哪一个是什么样的功能啊 最常考的是这个 好吧 这个一定要掌握清楚啊 掌握清楚 然后这三个神经 看到没 一针三麻醉 甲 蛇 下牙槽 记住这三个顺序啊 最里边的是下牙槽 接下来蛇神经 最靠近边上的 最靠近黏膜的是 甲神经 他最表潜了 啊 他最表潜了啊 好吧 一针三麻醉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我们重点要记一记的 什么这个神经走行 在这个里边的时候 对吧 然后从一个地方 出来的一部分 从哪啊 出来了什么 我们的科神经 所以说这个孔 我之前说过了 怎么开口的 怎么开口的 这个科孔是后外上 啊 后外上 开口 然后这个管道呢 是前内下 所以说开口和管道的方向 是相反的 啊 相反的 那么科神经管谁啊 这个科神经管我们 一到四的 唇侧的牙龈啊 黏膜 还有我们嘴唇 哎 所以说 嘴唇这个地方 说科神经支配的 对不对 对 说他是下牙筹神经的 的 说他是下牙筹神经支配的 对不对 也对 为什么 因为科神经 就是我们下牙筹神经 分出来的一个分支 哎 他们是一个啊 主干 然后一个分支的一个区别 这个分支管这一片 那么这一片是这个分支支配的吧 是不是也是这个 主干神经支配的呀 哎 所以说你要搞明白 所以说嘴唇这个地方 如果有粘液腺肿 哎 你要做手术的时候 我们打哪个麻醉更好 打科孔区域的一个组织麻醉 对不对 不要打净人 打了净人之后 这个地方全肿起来了 都把你的这个粘液腺肿给淹没了 你怎么做手术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为了保证这个肿物看得清晰 我们要打组织麻醉 打了组织麻醉 打的位置 对吧 因为嘴唇是科神经管的 就打科神经 那么你要不打科神经 打谁行啊 打下牙槽神经 也没有问题 哎 这就是我们科神经啊 也是正是由于我们看看 这个骨头当中 整个下颗骨当中 走的只有一根神经 就是我们的 谁啊 下牙槽神经 哎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核骨当中 有了感染中央性核骨骨髓炎也好 有了外伤也好 有了肿瘤也好 不管是哪个病 只要是在骨头里边出现的问题 就会伤及到谁 下牙槽神经 下牙槽神经伤及了 就会出现什么 嘴唇的麻木 哎 所以说嘴唇麻木 你要想到这三个病啊 这三个病 OK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下颗神经啊 明白没有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 三大神经 我们已经讲完了啊 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总结什么 首先总结他们的功能 一定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是干什么的啊 我们三大神经 眼神经支配眼周围的 他是感觉神经 然后我们的上颗神经 管我们上颗这个区域的 上颗这个区域有什么啊 有没有肉 有 有没有 硬的骨头 有 对吧 所以说上颗的区域 先看脸上 啊 先看我们脸上 那么脸上 属于上颗这一个板块的 第一个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不是眼眶的下方 包括什么 矿下区域 鼻翼外侧 还有上唇 也就是这个区域 对吧 那么这个区域 谁管的呀 矿下神经管的 对不对 是不是上颗神经的一个分支啊 对 矿下神经管的 然后还有上颗后边这个区域 颧骨这个地方的肉的感觉 哎 那么这个颧骨这个区域肉的感觉 谁管的 全神经管的 那 我们哪家 全神经在哪个阶段分出来的呀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三个阶段 对吧 第二个 四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我们的翼鳄窝段 哎 从翼鳄窝分出来的一个 所以说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图 啊 或者我给你画个图吧 来 一个 主干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一个孔 叫做 矿 下 孔 这个地方有一个列 叫做什么 矿下列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孔 叫做什么 圆孔 哎 圆孔到列之间有一个 叫做什么 一额窝段 一额窝段 从上方走出来一个神经 支配的谁呀 他 支配的他 然后从矿下孔出来 矿下孔出来之后 这个神经支配的谁啊 面段 就是我们的矿下区域这块 哎 所以说你把分支和这个图结合起来 就很有感性的一个认识 很好理解 很好记忆了 啊 这是脸上的肉 那么皮肤 嘴唇我们知道了 那么我问大家 嘴唇内部的黏膜 是不是也是这个神经管的呀 是 哎 所以说嘴唇这个地方皮肤也好黏膜也好 都是他管的 哎 肉讲完了啊 这是脸上这个区域 那么接下来嘴里边这个区域 来 你把你的嘴唇掀起来 你看到的颌骨 对不对 上面有没有牙 有有没有牙银 也有 有没有这个这个骨头 都有 那么接下来你就要去研究 整个上颌骨 是不是一个马蹄状的 马蹄状面 马蹄状的话 有外侧 有中间 有内侧 我们分为这三个区域 对吧 那么这三个区域的话 首先我们牙齿的区域 我们看这幅图 这幅图已经很清晰的 告诉我们 你看这个区域 这个黄色的 这个橙色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这个棕色的 这三个颜色代表了什么 三个神经的一个支配范围 其中前边的这个是什么 上牙槽中前神经 所以说上牙槽前神经管的是谁 牙管不管 管 管不管我们的这个存测的牙龈 也管 我们存测前庭钩子什么 感觉他管不管 也管 也管 然后接下来中间这一段 这是谁 上牙槽中神经 上牙槽中神经管的是什么 四五六 六的什么 近中夹根 所以说牙根他要管 那么上四我们知道 经常是两个牙根 上四 那么上四是两个牙根 这两个牙根通通归谁 上牙槽中神经管 然后我们的谁 我们夹策的牙龈 他管不管 也管 也管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七和八 还有六的什么 六的恶根 六的远中夹根 你看看人家在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说六是两个人管的 六有三个牙根 其中有一个被分出去了 被分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 所以说六七八 除了近中夹根 他们谁管呢 上牙槽后神经 你看 是不是这个神经 走形于牙槽骨当中 在后部的叫上牙槽后 在中间的上牙槽中 在前方的叫做什么 上牙槽前神经 对吧 所以说这个牙槽骨里边的神经 管牙部 管 管夹侧 纯夹侧的牙槽部 也管 搞明白这个了吧 所以说 记住 外边的 还有中间的 都给他们管 然后里边的这两个区域 恶部的 那么谁管啊 恶部的 这个是我们的 恶前神经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 鼻恶神经 鼻恶神经 那么 内部分为了两块 中间和外部分为了三块 那么这两块 鼻恶神经管谁呀 管谁呀 哎 管的是我们的肉 只管我们额侧的牙吟粘膜 管不管骨头 不管 恶前神经管不管骨头 也不管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问问大家 如果我们在恶部 做一个什么手术 这个手术 涉及到恶部的牙吟了 涉及到恶部的骨头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打恶大孔 神经组织麻醉 行吗 肯定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涉及到骨头的话 恶侧的骨头不是谁管的 不是我们的恶前神经管的 而是上牙启后神经管的 所以说你要打两个麻醉 所以说你看重不重要 每个区域谁管的 你知道他的老板是谁了 你就能把这个老板找着解决他 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所以说这个区域一定要一目了然 和口外里边的麻醉 结合起来去学习 所以说上和就这么多 上和就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和 下和的话 首先先看脸 还是 那么下和包括的区域有谁 第一个 夹部 这就是我们的夹部 口角的后方 颧骨的下方 下和骨下缘的上方 咬肌的前缘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夹部 来 夹部归下和 哪个神经管呢 下和神经的夹神经 那么夹部里边有没有黏膜 外边有没有皮肤 都有 那么黏膜也好 皮肤也好 通通什么都是管感觉的 管感觉的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区域 谁呀 我们的嘴唇 下嘴唇 谁管呢 下嘴唇也是我们的下和神经 那么下和神经的谁呀 下牙槽神经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呀 我们的科神经 这两个都行 而这个呢 是我们的夹神经 对不对 所以说搞明白 这脸上这个咬肌 腮线咬肌区前方这一块 你得知道分为四大板块 这四大板块 以口角这个地方大约分开 上方的是上和 下方的是下和 下方的是下和 这是肉 知道了吧 知道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嘴里边下和骨 还有里边包了的舌头 对不对 包了的舌头 那么这里边 首先先说下和骨吧 下和骨和我们上和骨一样 对不对 也有牙齿 也有牙龈 对吧 也有骨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把下和骨分成什么三等份 三等份 外侧外环 中间还有内环 三个环 你看外边这一环 中间牙齿这一环 内部这一环 这三环 那么这三环 我们首先看 夹侧 那么夹侧是不是牙龈 那么夹侧的牙龈 还有黏膜 还有前亭钩的这些黏膜 谁管的呀 是不是跟我们上和一样 也是牙槽神经管的呀 不是了 不是了 你看看 是谁管呢 我们后方 五六七八 这四个牙齿 夹侧的牙龈 是谁管的 夹神经管的 你看看 夹神经又管脸上的夹部的肉 还管五六七八的牙龈 那么前方的一二三四呢 是我们的科神经管的 那么科神经是谁啊 也是我们的下牙槽神经 下牙槽神经 明白了吧 所以说外边分为了两块 那么中间这一到八 和我们上和的一到八一样 也是分成了三段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啊 因为你看看 整个下牙槽神经 在走行过程当中 和我们上和一二 分成了三个部分吗 没有 它没有分之 是一条道走到黑的 一直往这个地方走 走过来 走到一这个位置了 所以说中间没有人下车 所以说它是从一到八 通通负责的 它管的片区比较大 上和神经呢 这三个牙槽前中后 管的片区比较小 明白没有 所以说中间这一块牙齿 都是下牙槽神经管的 然后接下来 蛇侧的牙龈谁管的呀 蛇侧的牙龈 谁 蛇神经 那么蛇侧也是批成两半了吗 没有啊 蛇神经 蛇侧的牙龈 还有中间的牙齿 都是一根神经管的 你看看 所以说我们发现没有 上和复杂在哪 他们的神经分支太多 分支多 我们就把整个上和给支离的 支离的什么 很破碎了 就相当于当年我们民国时期 对不对 各个军阀 这个军阀管一块 那个军阀管一块 我们是森林涂炭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好学的 对不对 那么下和呢 我们算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吧 对不对 统一在哪 蛇侧就一个人管 然后一到八牙齿也是一个人管 只是外边的牙龈 我们分成了两个人管 听懂没有 把这个搞明白啊 上和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下和是一个统一的状态 统一状态 这是我们的牙齿 对不对 那么和骨 那么和骨完了之后 接下来里边的口底啊 舌头啊 这些感觉谁管呢 还是蛇神经 他们也是蛇神经管的 所以说OK 这就是我们的下和 那么现在讲的这些 通通是什么 管感觉的吧 我们下和神经 除了管感觉 还管谁啊 管运动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塞线咬肌区 我们下和骨 深知这个地方的什么 这个地方的四大咀嚼肌了 四大咀嚼肌 他管他的运动 管他的运动 好吧 OK 通过这两幅图 希望我们对整个 这两个神经的分支 支配的区域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在这儿一定要把这三个神经 所有的分支 你给我画一遍 这个人画一遍 脸上有几个片区 给我画出来 然后上下和骨的 这几个片区 给我画出来 按照这个图标上一遍 那么标一遍 基本上你就掌握了 OK 我们的三叉神经 就讲到这儿了 所以说三叉神经 这么多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计分支 计功能 对吧 然后计片区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想想 三叉神经痛里面 是不是有两个病啊 一个叫做什么 原发性的 一个叫做计发性的 我们原发性的 就是什么三叉神经痛 为什么是痛 为什么是痛啊 因为三叉神经里面 大部分都是管什么的 眼神经 上和神经管感觉的 下和神经 一大部分也是管感觉的 所以说脸上这些 不管是牙也好 肉也好 骨头也好 感觉都是三叉神经来的 所以说三叉神经 如果出了问题 最大的问题什么 敏感 谁敏感 他的感觉敏感 那么感觉里面 我们最敏感的是谁啊 是痛觉 所以说你痛觉 就是最敏感的 敏感到什么程度 有人轻轻摸你一下 你就感觉到疼 小分轻轻催你一下 你也感觉到疼 这就是什么 过度灵敏了 所以说三叉神经痛的本质在这 然后接下来我们激发性 三叉神经痛 除了有感觉的一场 还有什么 其他的 其他的什么 你看看三叉神经 是不是管运动啊 什么运动 咀嚼肌的运动 你吃饭 那么如果这个三叉神经是激发性的 啊 这三个叉 这个神经总干这儿被一个肿瘤压迫了啊 肿瘤压迫了之后 这个神经信号传递是不是不好了 信号传递不好了 你吃饭还有劲吗 没有劲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神经支配我们这个咀嚼肌了 没有信号告诉咀嚼肌说 你使劲吧 没有人告他了 他肯定就休息的状态 没有人通知他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咀嚼肌无力 咀嚼无力 然后我们在想 是不是除了咀嚼 还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啊 我们比如说上合 上合恶部有没有感觉 有 对吧 这个时候上合的恶部感觉也低了 恶部感觉低了容易什么 恶心 恶心 对不对 然后脸上的感觉呢 敏感性也比较低了 你压你的脸上的肉 没什么感觉 所以说三叉神经痛 激发型的三叉神经痛 如果被肿瘤压迫了 对不对 或者是被其他的原因伤及了 那么这些功能基本上都减弱了 都减弱了 你就要在临床工程当中去看看 他的咀嚼肌的情况 他各个粘膜的情况 牙齿的感觉的情况 去找 对吧 去判断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些解剖结构之后 你在临床工程当中如果出现了问题 你能推断的理由所在 理由所在 好吧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 在这我简单点说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神经 对吧 这个支 那个支 那通通都是什么 总干 或者叫 这个属于什么 主干 主干 你看一个 上合神经发出来那么多分支 每一个分支都是一个主干 你看看啊 看这个吧 一个总干 对吧 发出来两个分支 一个总干 发出来两个分支 那么这两个分支又发出来好多的分支 那么每一个分支又发出来好多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树根一样 这个从主到次 再到次次 对不对 越来越细 那么到最后的 到我们牙齿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牙髓里边的时候 就叫做什么神经了 墨烧神经了 这个神经属于什么 神经的末端了 这些末端相当于无数个手一样 在这些地方 无数个报警器一样 只要外界有点伤害过来 他就要把这个信号传递到大脑 所以说其实这个神经 就是一个传递信号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一个把关的功能 一个把关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 打麻药的时候 你的浸润麻醉 麻醉的是谁啊 就是麻醉的这些神经末烧 对不对 你的表麻麻醉的是谁啊 也是麻醉的这些神经末烧 但是因为这些神经末烧 管的片区很小 范围很小 所以说他的应用稍微低一些 对不对 然后那么为什么 我还有一个什么组织麻醉啊 组织麻醉麻醉的是谁啊 就是我们深层次的这些主干的神经 所以说我们打麻药 我们在口外当中是不是也讲过了 麻醉就麻醉两个 一个是浅麻醉 一个是深麻醉 浅麻醉就是麻醉 这些表浅的末烧神经 深麻醉就是麻醉的这些神经的总干 总干都麻了 那么他后续的这些 你比如说这个总干麻了 后续这些所有的分支 是不是所管的区域 通通被什么了 抑制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把这个常识性的东西要搞明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面神经 面神经和我们的谁啊 三叉神经不一样了啊 之前的三叉神经是三大主干 而我们的面神经不是了 面神经和我们的上和神经比较类似 他是一条道走下来 我们在口外当中已经说过了 面神经是一个什么 从大脑往下走的一个大巴车 首先从你的大脑走走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核叫做什么核 面神经核 那么这个面神经核把信号一传递 一交换 然后再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那么他在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有三根神经汇进来了 谁能告诉我这三根神经是谁 谁呀 有三个人上车了 从大脑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当中只拉了一个人 谁呀 我们的面神经 面神经五个兄弟 对不对 在这个大巴车上 那么到了面神经核这一站之后 再往下走 出站的时候 三个人上车了 谁呀 管眼泪的 管你的听力的 管你的口水味觉的 谁呀 炎大 邓古鸡 还有什么 古锁 这三个人上车了 所谓的面神经和他们仨 坐着一辆车往下走 走走走 走到哪 耳朵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耳朵或者西状神经结这 开始干什么 下车了 刚才上来那三个人 逐渐的逐渐的什么 下车了 人家下车就走了 走了之后 我们神经这个大巴车还要走 那么通过一个孔 叫做什么孔 进入孔的地方 出来了 那么出来之后 我们这五个人也下车了 这五个人分布于什么脸上的所有的表情机 来吧 我们问大家 表情机有谁呀 有没有口伦杂机 有没有我们的夹机 有没有我们的什么口周机 都有 那么这几个神经就是支配这些的 那么除了这些 这是我们口周机吧 对吧 是不是口周机 我们眼睛周围有没有 也有 我们的额头有没有 也有 所以说整个脸上好多的表情机 那么通通谁管 通通我们面神经管 面神经管 知道了吧 所以说把这个面神经是一个大巴车往下走 分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支 是不是和我们的上和神经一样 那么知道了这个之后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 面神经把这个图掌握就行了 首先面神经 它的功能 混合型的 它能不能管感觉 可以 不要只记得面神经管运动 管运动 管运动 就是管运动 不是 面神经里面还要管感觉的 也有管腹胶感的 腹胶感是什么 就是我们唾液腺的分泌 唾液腺的分泌 还有管味觉的 管味觉的 那么这个味觉也好 腹胶感也好 对吧 再加一个什么 管运动 其中这三个 其中这三个 都是什么呀 都是 中途 中途 加进来的 听懂没有 就相当于这个面神经 你把这个面神经 比作是一个面包车 所以说我经常把面神经 比作面包车 那么这个面包车 就叫做面神经 那么这个面包车上 做了五个兄弟 这五个兄弟管什么的 就这五个分支 他们管表情机的 那么这个面包车上面 还有其他的人吗 也有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 通通在这个面包车上 我们现在问的你是什么 这个面包车的功能 那么面包车里边 你看装着谁 他就有什么功能 装着管表情的 就管运动的 对不对 装着管口水的 他就是腹胶感 装着管感觉的 他就什么 感觉神经 装着管味觉的骨锁 那他就是什么 管味觉的 所以说 这个混合混合记住 他是说的这个面包车 整个我们面神经当中的 所有的神经的功能 所有神经功能 如果人家单纯的问你 面神经本身自己 不包括这些后加入的人 他只管运动 这个要搞明白 这个要搞明白 然后接下来看看他的走行 先从炉内 对不对 炉内这个地方有个河 叫做面神经河 面神经河往上的区域叫做什么 中枢性的面神经 中枢性的面神经 就这个大巴车里边 只装了五个兄弟 然后接下来到了什么地方 到了面神经河 对吧 面神经河这上来了五个人 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炎大 古索 还有什么瞪骨鸡神经 然后他们八个人嘛 五个加三个是八个人 八个人走走走 走到面神经管断的时候 这三个人下车了 首先下来的是炎大神经 炎大炎大 你看是不是带炎啊 炎和炎是不是相谐音的呀 所以说管炎 炎什么 眼泪的 管眼泪的 第二个 走一段时间之后 又下来一个人 谁啊 瞪骨鸡神经下车了 瞪骨鸡神经 瞪瞪瞪 靠谁啊 是不是听力啊 有人敲门瞪瞪瞪 你靠什么听啊 靠耳朵听 所以说他是管耳朵的 瞪骨鸡神经 瞪骨鸡神经 然后第三个 走了一段之后 又下来一个人 谁下来了 古索下来了 那么古索管什么的呀 索 索然无味 管味觉的 管味觉的 然后还管什么 管口水 管口水 那么这个口水怎么进呢 水和锁 是不是谐音啊 锁和水 索然无味 水味 水味 那么他管他的 那么这个古索 后来怎么走了 这个古索这个人啊 他就喜欢勾三搭四 之前呢 搭着人家面包车 走了一段 他下车之后呢 又不愿意走了 又不愿意走 怎么办 搭着另一个神经 谁呀 蛇神经走了 后来他上了 蛇神经的车了 知道了吗 上了蛇神经的车之后 沿着蛇神经支配我们的下颌下线 我们的蛇下线 还有舌头的味觉 哎 要搞明白啊 先是在面神经上 后来出来又去了蛇神经里面 听懂了吧 啊 OK 接下来 这三个人下车之后 这个大巴车上 只有谁了 只有我们的 这个五个兄弟了 其实还有其他的啊 我们就不讲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面神经出炉的孔是谁 进入孔 把这个孔记住啊 在进突和乳突之间有一个孔 这个孔叫做进入孔 出来之后就进入到什么 颅外端了 颅外端这五个分支必须得掌握 捏拳夹 还有什么下颌 还有这个紧支啊 简称什么 拟拳夹下紧 拟拳夹下紧 下紧干嘛 捞水 挑水啊 没水了 拟拳夹下紧去挑水去了 啊 记不记住 如果还记不住看我啊 这是不是捏部 捏颧骨 颊部 下颌部 颈部 颈部 也就是按照这五大区域来分的 所以说不用去死记 然后这五个分支记住之后 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啊 记住我们的面神经 它的五个分支叫做什么名 都性支 都性支 全支啊 夹支啊 下颌元支啊 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家说了 下颌不属于面神经的分支的是啊 什么全支 捏支 下颌元神经 出来一个 然后紧支 夹支 那么出来个什么下颌元神经 对不对 不对了啊 把这个支换成神经就错了 听懂没有啊 就错了 把这个掌握之后 后边经常考的还是第二个 还有一些第二个 就是谁啊 每一个神经出了问题 贝尔面瘫之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 怎么样的一个瘫痪表现 你看看 捏支支配于捏部 还有什么额部 所以说额纹的皱眉 你皱眉头 你的抬头纹都是谁管的 捏管的 捏神经管的 然后我们的全支挨着谁啊 挨着眼睛呢 所以说你闭眼睛谁管的呀 这个全神经管的 全神经管的 然后你的这个上下夹支管 谁啊 夹部 夹部的谁 夹肌啊 所以说你的骨塞 你的缩塞 捉塞 都是谁管 夹支 所以说如果它断了之后 对吧 什么样的情况啊 是不是 骨塞无力啊 没办法骨气了 因为这个地方肌肉 没办法包得住了 露气 然后呢 鼻唇沟变浅 我们这个地方 鼻唇沟什么原因 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夹肌和我们的唇肌之间 因为有肌肉的一个交界处 有个沟 这个肌肉没劲了 然后这个沟就什么 消失了 就消失了 所以说鼻唇沟变浅 骨塞无力 然后接下来下河原汁管 谁的呀 下河脚这个地方 本来那个下河脚这么水平的 对吧 然后如果没有肌肉这个拽着它了 结果呢 它就搭了下来了 搭了下来了 好吧 所以说口脚下垂 流口水 流口水 然后紧致不会靠 紧致不会靠 这四个分支 每一个分支 它的功能 要掌握 那么这几个瘫痪的表现 其实很好记忆 关键就看 他们和谁挨着呗 捏合鹅挨着呢 那你鹅部的表情你知道 全和什么眼睛挨着呢 那你眼睛归他管 你就知道眼睛会出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夹肢 挨着谁啊 鼻唇沟吧 夹肢挨着鼻唇沟 所以说鼻唇沟和什么 夹部的骨气 都是夹肢管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下河原汁 可能我们经常搞混 把下河原汁这个下锤流口水 当做是夹肢的功能 这个也是经常他俩去调换的 经常调换的 怎么去记呢 下河原汁 是不是带个下呀 谁下来了 口角下来了 口角下来了 是不是口水就流出来了 你没有人兜着他的口角 这个口水就往下流了吧 所以说下河原汁就是下锤嘛 下锤了就流口水了吗 这不就记住了吗 OK 以上就是我们的面神经 面神经掌握这么多就行了 然后掌握这么多 我们面瘫当中 对不对 有中苏型的 还有什么周围型的 还记不记得 如果是中苏型的话 我们中苏型出了问题 是哪一侧出现瘫痪 是对侧 中苏是对侧出现瘫痪 对不对 对侧的哪啊 眼睛下方简列往下出现了局部瘫痪 啊 局部瘫痪 明白吧 啊 然后中苏和谁啊 我们周围性的这个区别是什么 有没有皱眉 能不能皱眉 能皱眉的是谁啊 中苏型的 不能皱眉的是什么 说明全都瘫痪了 全都瘫痪了 是我们周围型的 啊 周围型的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事故之后 到底是哪 谁死了 谁没有跳下车来 你得知道啊 你得知道 所以把这个流程掌握 自己写上一遍啊 OK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表情 对不对 哭啊 笑啊 闹啊 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对不对 哎 这些都是面神经管的 然后我们能吃东西啊 想吃什么东西啊 你吃麻辣烫能感觉到麻呀 你吃咸菜能感觉到咸啊 对不对 你吃这个排骨啊 对不对 哎 有力量啊 对不对 都是谁管的呀 我们的三叉神经管的 对不对 你被人打了一巴掌疼啊 对不对 你给人 储力拳也疼啊 对不对 什么谁管的呀 哎 也是我们的三叉神经管的 所以说我们脸上 这个主要的神经就他俩 那么这个时候 接下来还有一个谁啊 我们跟舌头相关的 这个舌头 我们想一想 你舌头刚才讲到的舌神经 我们知道了 这个舌头表面的 这个感觉 对不对 哎 是谁啊 是舌神经管的 舌头里边的什么 味觉是谁管的呀 哎 我们的骨锁 也就是舌神经里边管的啊 那么这个舌头 要不要运动啊 这个舌头的运动 谁管的呀 对不对 哎 我们去看看 舌头是怎么动的 是谁管的 是也是三叉神经管的吗 不对了啊 不是了 谁 来先看看他吧 你这个舌头表面 分为了两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 对吧 沿着这个沟 叫做什么沟啊 这个借沟 这个借沟往前 这个借沟往前的 叫做什么 舌背啊 舌前三分之二 那么后端的这个是什么 后端的这个是我们的舌根啊 舌头的最后三分之一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啊 我们有些器官 他不都是都不是一个整体 包括我们的恶部 恶部的天花板两部分组成的 我们的舌头也是两部分组成的啊 那么其中舌背这个地方啊 舌背这个地方主要控制的是舌神经控制啊 舌神经管他的什么 管他的感觉 管他的味觉 其中味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哎 这个人老是跳槽 老是跳槽 老是干什么 啊 搭别人的便车 之前是走的 沿着谁啊 面包车走的 现在呢 啊 坐着舌神经走的 啊 所以说舌神经里边包括了骨锁 所以说支配在舌背表面的时候 支配了他的味觉 那么来 我问问大家 谁能告诉我 舌头表面管味觉的有谁 啊 三个乳头 轮廓乳头 叶状乳头 还有什么菌状乳头 有没有丝状乳头 没有啊 没有 然后我们舌根这个地方 舌根有没有管 感觉的呀 也有 那么舌前三分之二的感觉是舌神经 那么舌后三分之一的感觉是谁呢 哎 是舌烟神经啊 你看舌头往后就是烟枪了 所以说他是另一个神经叫做舌烟神经 舌烟神经又管感觉又管味觉啊 又管感觉又管味觉 明白了吧 所以说舌烟神经人家是什么啊 人家是一个人 对吧 身兼两职 而这个舌神经呢 他只是管感觉的啊 只是管感觉的 只是当中还参与了一个其他的人跑进来了 啊 古锁的人啊 古锁 所以说人家问你舌神经是什么功能 你记住 他就是我们的感觉功能 啊 感觉功能 OK 这是舌背的 搞明白 记清楚啊 经常会考 舌后三分之一 谁管的 舌前三分之二 谁管的 然后这个舌头的运动 谁管的呀 啊 就是舌下神经 在舌头的下方走了一根神经 叫做舌下神经啊 那么舌下神经管什么管运动 包括舌头里边的运动 舌头外边的运动 那么舌头外边有往前的什么肌 磕 舌肌 往下的什么 下这个舌骨 舌肌 还有往后的什么 进突舌肌 还有往上的 恶舌肌 还记不记得呀 同志们啊 是不是都忘了 啊 是不是都忘了 我一猜你们就都忘了 啊 舌头里边呢 啊 什么肌 垂直肌 重肌 还有什么 痕肌 哎 OK 不讲了啊 记住 这几个人是谁管的啊 你天天吃饭吃饭舌头来回运动 你都不知道舌头谁管能行吗 哎 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来吧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那么口底 哎 口底这个地方长了一个东西 那么长了一个东西之后 这个东西长了三四年了 最近一段时间长得特别快 而且还会有还是有点疼的 那么这个时候听到这句话 那么听到这个腺病时 你能得出什么结论了 在口底是不是长了一个肿瘤啊 而且这个肿瘤恶变了 对吧 哎 恶变之后 接下来我再问大家 然后这个长得很快 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的舌头呢 灵活受限了 活动受限了 他一伸舌头就往一侧偏 一伸舌头就往一侧偏 往哪儿偏 假设我们说往左偏 那么我问大家 为什么他一伸舌头就往左偏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伸舌头是直接往前伸的呀 什么原因啊 因为恶性肿瘤在口底这伤及了谁 就伤及了这根神经 考的难一点就会考你 为什么他舌头出现了这种活动受限 一张嘴 一伸舌头就偏向一侧的这个症状 为什么舌下神经受了损伤 舌下神经被肿瘤波及压迫之后 他支配着我们导致舌头往前伸的这个肌肉 出现了障碍 那么哪个肌肉啊 让舌头往前伸的肌肉是谁 是不是磕舌肌啊 磕舌肌是不是我们之前说过是两条啊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对吧 两条 对吧 这两个肌肉一使劲 舌头被拽出来了 那你现在有一侧这个肌肉是不是瘫痪了 肌肉不能动了 那么哪里受限是不是偏哪里啊 所以这个时候人家问你 这个肿瘤主要发生的部位在哪啊 是不是就是哪一侧 偏向哪一侧 哪一侧就是什么 我们的换侧 所以说科部也好 舌尖也好 是一个什么 方向标 哪里出错 偏哪里 哪里受损偏哪里 哪里错误指哪里 跟复读机一样 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舌尖 对不对 哎 搞明白了吧 你看 所以说这个口解掌握了之后 那你对后续的口外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啊 很有帮助的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整个我们的系统解剖的内容就讲完了 来回顾一下 整个系统解剖 其实就是给我们研究了一个整个车 汽车的各个零部件 也就是我们脸上这一亩三分地儿 里边大约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 对不对 我们整个车架子是谁啊 我们的骨头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车架子要想动起来 是不是得有车轮子呀 我们车轮子就是什么 我们的关节 那么这个车轮子要想动起来 是不是得有发动机呀 我们发动机是肌肉 那么你这个发动机要想动起来 是不是得有汽油啊 我们的汽油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 我们的血管 那么血管鬼供养之后 这个肌肉动起来之后 这个肌肉往哪走啊 往哪使劲啊 对不对 谁支配的呀 方向盘是谁啊 我们的神经系统 那么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这几个内容 就是我们系统性解剖里边的 我们需要把他们单拎出来 一个一个的去讲 一个一个的长什么样 什么样的功能啊 那么这个系统性解剖考试呢 不是特别重要 每年也就是两到三分的内容 啊 两到三分内容 所以说希望大家啊 不用把大量的精力花在那个上面 啊 那个上面 好吧 一定要注意这个啊 我们知道人啊 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有时候就哪难 我就想抠这个地方 我就想学这个地方 我非得把它弄懂 但是啊 你要说平时工作 对吧 可以有这种 这个这个 这个经历去学习 但是你现在应付的是考试 对吧 所以这点东西啊 能听懂就听 听不懂呢 就赶紧去做题 做题哪不会了 回过头来听一听 记一记 这样的效果会好一些 记得呢 也快一些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